大家好,我是飞翔 前两天有学员问我网易云音乐挂机项目到底怎么样 看朋友圈,这几天到处有人在发 收录也非常可观,看得心里面痒痒的,想要尝试一下 但是外面的培训费又比较高 2980起步,多的有8000到9000 于是乎他就想让我帮忙测评讲解一下这个项目到底靠不靠谱 飞翔今天就和大家聊一下这个网易云音乐挂机的项目 其实这个项目里面的水很深 新手想要在里面赚到钱其实是比较困难的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某些卖家的这个宣传的内容 其实总结下来啊 项目的原理就是通过软件去提升音乐的播放量 从而获取网易云的这个激励奖金和平台的广告分成 卖家宣称一台电脑可以挂三个号 后期一台电脑的月收益可以达到一万二到三万左右 OK 整个项目的背景呢 大家都已经了解的差不多了 下面飞翔就结合实测过的状况和大家说说现在的实际情况 网易云的云梯计划是真实存在的 网易为了推广他们的云产品啊 确实是在大力的推广这个计划 奖金也确实不错 但是这一切都是建立在你的原创音乐火了之后 我个人认为这个网易云挂机项目有两个难点 那第一个难点就是原创音乐 虽说培俊的人啊告诉大家 广告中告诉大家 无需音乐知识啊 也无需自己去创作 公司可以帮你去创作 其实每首歌都是需要你自己付费的 去非常的了解啊 一首简单的所谓原创歌曲的价格在八十到两百左右 有的甚至更高 这还是内部的一些价格 其次 你光买一两首歌曲是远远不够的 想要做起来啊 你最起码需要几十首甚至更多的原创歌曲 这里就需要你投资大几千至上万的歌曲费了 另外 大家可以仔细想想 这种八十到两百一首的原创歌曲啊 基本上也都是一些出之滥造的歌 只能勉强通过这个原创音乐的审核 你想要靠这些歌曲本身去提高播放量 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那第二个难点就是播放量的问题 刚才费翔也讲了 靠歌曲本身几乎是不可能有多少播放量的 所以这个项目本身也不是靠歌曲自身的播放量来赚钱的 而是去靠软件去提升播放量的 这些就是他所谓的全自动挂机了 但是这里有个问题啊 培训的人都不会告诉大家 就是用软件去提升播放量的行为是会有导致封号的风险 那费翔了解过 网易云的封号机制是非常严厉的 你辛辛苦苦把播放量弄上去了 结果人家直接把你的号一封 你的所有的这个操作都白费了 购买原创歌曲的钱也都打水漂了 那么综上所述 这个网易云挂机项目的投资其实是挺大的 并且有严重的封号风险 也就是说操作的人不但可能一毛钱赚不到啊 而且有亏钱的风险 大家也不要被一些朋友圈的这种收益截图所迷惑 那个可能是几十个账号堆出来的一个结果 你根本不知道这个人他到底用了多少账号 OK那本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本期的视频内容对你有帮助的话 麻烦大家一键三年 我是飞翔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